好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校術具有專一性 它很專一喔 請問生活中什麼東西很專一啊 鑰匙 它有的都很花心 鑰匙 你們有些時候愛那個 鑰匙 鑰匙跟鎖它具有專一性 你的鑰匙可以開隔壁叔叔的門嗎 不行 不一樣鑰匙啊 隔壁也不能來開人家的門 不然很奇怪啊 你們發現為什麼鑰匙 鑰匙跟鎖匙具有專一性的嗎 還有 其實螺絲起子跟螺絲釘也有 某方面來說也是有專一性的 所以這些東西都叫 形狀要怎麼樣 吻合 才能夠怎麼樣 才能夠發生反應 還有反應 那什麼叫專一性呢 所以專一性就像螺絲釘跟螺絲起子 如果這邊有三個螺絲釘 我有看過這種螺絲釘 三角形的 又有看過呢 又有看過正方形的 那個卡通都有 又有看過什麼呢 十字的對不對 十字的 那這些請問 你要開這三種不同的螺絲釘 你是要用不同的工具對不對 因為形狀要一樣才打不開 沒錯 所以酵素也是一樣 那酵素跟 到底為什麼會這樣解釋呢 或是我們說鑰匙跟鎖 鑰匙跟鎖 所以簡單來說 專一性就是像鑰匙跟鎖 那我直接舉個實際的例子 就是舉澱粉 跟口水的例子 為什麼連口水可以分解澱粉 其實我們每天吃的東西有很多種 有吃飯有吃肉 還有吃菜對不對 大概這些東西 好 那你如果吃澱粉呢 澱粉的形狀大概長這樣 就六角形的東西 串在一起 我又要畫一次了 好 我畫幾個就好了 這叫做澱粉 我剛剛是用布丁來表示 布丁來表示 好 那你如果吃肉 肉也是一長串 肉也叫做聚合物 這些都叫做聚合物 以後會學到 肉類呢 它長像是這樣子 就是都圓圓 對 你吃的蛋白質它長這樣子 我現在只是用個示意圖來表示 那如果你吃的是菜 菜是怎麼做的呢 纖維對不對 菜不是很多纖維素嗎 纖維素的話 你就用三角形來表示 好 那你現在要把它分解 分解就是把它拆成一個一個小分子 這叫做纖維素 好 那我們的口水裡面有一個小數叫做破葉澱粉 它專門分解誰呢 澱粉 它的形狀長什麼樣子呢 它長這樣子 好 為什麼我要畫這樣子 因為其實酵素都有一個很特有的性質 它具有這個地方叫做活化區 這個地方的形狀怎麼樣 很重要 很重要 為什麼我們講活化區 可以吻合 它跟誰可以吻合呢 澱粉 澱粉 跟澱粉 它可以這樣怎麼樣 扛上去對不對 所以扛上去之後就變這樣 好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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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這不太像 每天有作業 我那邊不是剪 老師真的是這樣 對 它真的是長這樣子 所以有一群科學家專門在研究這邊的形狀 這個叫 然後他們都把這叫做口袋的形狀 這邊有一叫做Active Side 就是活化區 Active 就是活化的地方 可是它拼圖 然後你講英文好好笑 可是這很像屁圖 對 很像屁圖一樣 沒錯 欸 對 你又想到一個很重要 就是拼圖也是一種專一系 對不對 每一個拼圖都有它固定的形狀 對不對 所以澱粉梅呢 我們吃的那個 吃的那個 我們口水裡面那個 酵素叫澱粉梅 它的形狀剛好跟誰完全吻合 跟澱粉 跟澱粉完全吻合 所以它可以怎麼樣 它就會把它分解好 澱粉梅上面還有 附有那個剪刀的功能 就把它怎麼樣 拆開 咔嚓 咔嚓怎麼樣 剪完之後就變成什麼東西 無草糖 就變成小小的無草糖 對不對 這時候你吃起來就會怎麼樣 甜點的 甜點的 好 你自己決定 好 所以呢 它分解完之後產生多少糖 那請問這個澱粉梅 會不會重複使用 你覺得 不可以 可以 剪刀用完就把它丟掉嗎 你可以 剪完之後是怎麼樣 再剪下一個 對 所以它可以一直用一直用 除非你的 你的那個酵素 因為久了可能會壞掉 變形 所以 酵素很怕變形 它其實不怕別人 它怕變形 變形什麼時候變形 加熱 過熱它會變形 通常就在很低溫 所以那個 酵素可能會冰在冰箱 才不會壞掉 好 所以你們看到 這種叫做什麼性質 專一性 那它能不能去分解這個呢 很道歉 因為它形狀怎麼樣 不一樣 它能不能分解它 不行 那你猜看 蛋白質梅應該怎麼化 對 蛋白眉的形狀可能就要像這樣 蛋白眉的形狀可能就要像這樣 這就是配對 跟它配對 你知道嗎 啊這種它怎麼化 會不會化 就是 交化這樣 對 牙齒 好 所以這個就可以跟它配對 知道嗎 但是 它不可以分解它 你知道嗎 它也不能夠分解它 懂意思嗎 所以你的口水只能夠分解誰 澱粉雷 只能夠分解澱粉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專一性 懂意思嗎 形狀很專一 是真的用形狀的體力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酵素的專一性 那第二個它可以怎麼樣 重複的利用 懂意思嗎 重複的使用 所以呢 為什麼我們人不能吃草 牛可以吃草 為什麼 你還是可以吃草 問題是你吃下去就拉出來了 不會有什麼改變對不對 媽媽說今天晚餐來 我就準備一堆甘草 你把它吃完 叫你吃草 牛不能去吃 為什麼不只吃 因為重點是什麼呢 我們缺乏什麼 缺乏這種酵素 這叫做纖維素酶 你知道嗎 那誰有纖維素酶呢 牛羊 或是像蝸牛啊 兔子都有 那大便可以吃 什麼都可以吃啊 或者是你沒有酵素啊 我們都可以吃啊 好 我們的糞便 我們的糞便 為什麼會拉出來 因為就是你不能夠消化才會拉出來 不是 因為你沒有那些東西 你就會拉出來 拉出來就是因為你不能夠再吸收 你知道嗎 不同的生物有不同的酵素啊 那好像 它這樣可以吃大便 真的喔 可以喔 不是 你們問的問題很奇怪 因為不是這樣 我應該是說 比方說為什麼不能吃草 為什麼你不能吃這個紙 可是羊可以吃紙對不對 羊吃紙可以飽喔 它可以每天吃紙它就可以活了 為什麼 因為羊它肚子裡面有什麼酵素 纖維素酶 專門分解什麼 纖維素 可是羊羊很大便 所以它能缺少什麼的 沒有它就是已經吸收到 不能再吸收了 所以它就會排出來 好所以呢 不同的酵素只能夠處理不同的什麼 固質 對不對 像我們的胃 我們的胃裡面有叫做蛋白酶 專門分解誰 蛋白質 所以同學 這邊還有一個重點 我們把這個酵素呢 這個澱粉把它稱為叫什麼 好 來看一下喔 第一個 澱粉梅 口腔有澱粉梅對不對 澱粉梅在你的嘴巴 在口水中 那它專門分解誰 澱粉 澱粉 它可以分解蛋白質呢 不行 好 那蛋白質是誰來分解它呢 蛋白質梅 蛋白質梅 就簡稱為蛋白梅 好 好 蛋白質是誰在分解它呢 你吃了之後 哪裡在分解 在你的胃 你的胃裡面有什麼蛋白 有什麼呢 有胃蛋白梅 蛋白梅 在胃裡面才找得到 當然還有小腸也有 腸子也有 好 所以呢同學 這個叫專一性 澱粉梅可不可以分解蛋白質呢 不行 胃蛋白梅可不可以分解澱粉 也不行 只能夠分解誰 蛋白質 那 這兩種的關係 我們把這個東西叫做酵素 那這個叫什麼呢 我們把這個叫做瘦質 接受它怎麼樣 摧化的物質 叫做瘦質 好 所以我問你 纖維素梅的瘦質是誰 纖維素 就纖維素 所以我們不能夠吃草 吃草沒辦法 我吃纖維素 好 纖維素梅就是牛羊這些動物才有 其實也不是它有 它肚子裡面一種細菌 不是細菌 一種叫做鮮毛蟲 一種原生動物 它可以幫它分解 所以這個還有一些有趣的現象 就是像小兔子啊 他們剛出生沒多久都要吃媽媽的便便 因為它要獲得那個 獲得媽媽的那個菌 你知道嗎 它肚子裡面有菌 吃下去它就可以 讓它肚子比較好消化 那我們人都是喝什麼養樂多有沒有 我們要獲得好菌就是喝什麼養樂多對不對 好 對類似的 就是類似的原理 幫助你們消化啊 腸胃比較健康之類的 這樣了解嗎 這叫做專一性 好 OK 這邊可以切一下